再来关注的是外界普遍认为 今年美国中国贸易受疫情影响会遇冷 但最新的数据却显示了 上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量激增 居家币一座师将民众原本规划的外邮费用 转到了居家消费上 在假期购物季当中大肆地抢购中国制造的商品 负责国际转运的洛杉矶港 因此是热火朝廷 临近岁末购物旺季 消费者的强劲需求导致运费创纪录飙升 出货量暴增令供应链超负荷运转 也让主要的港口瘫痪 造成节日礼物送达时间延迟数周之久 美国最大货柜港 以及处理中国货物最多的洛杉矶港 今年11月货运量增长22% 堆满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进口额激增是疫情的另一副产品 美国民众将原来可能花在度假 看电影以及外出就餐的钱 投入购买家庭用品 包括在家办公的新照明设备 健身设备以及为孩子添置玩具 根据美国海关数据 今年前10个月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热门商品 包括电子产品 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 对中国来说 这是好消息 因为中国是上述商品的 全球最大制造商 中国12月7日公布创纪录的贸易数据 11月顺差金额超过754.3亿美元 主要因为出口与去年相比意外增加了21.1% 其中对美出口增幅最大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6.1% 达到创纪录的519.8亿美元 但是这个结果 却令美国政坛的期望破灭 他们今年年初曾经预测 疫情让美国减少与中国的贸易 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 会让制造业最终回流美国 并多次对中国商品涉陷 但现在看来 疫情反而强化了中国的制造业地位 中国今年稍早迅速控制疫情 工厂恢复生产的速度远超 至今仍受疫情影响的美国产业 美国许多服务业 也因为疫情仍陷入瘫痪 华尔街日报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引发新的商业限制措施 美国消费者在近几周 已经减少到零售商店购物 消费者因此将手上的钱投入网购商品 玩具公司Basic Fund首席执行官福尔曼表示 他的公司3月和4月 还在为业务前景感到恐慌 但进入到6月、7月和8月时 则有大反弹 美国消费者对来自亚洲和中国的产品 需求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贸易战以及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 实际上减少了受关税打击的 待定商品的进口 但其他没有被征税的产品进口正在激增 当选总统拜登 尚未承诺取消任何特朗普施加的关税 趁他上任之后将对此展开审查 而企业在关税中获得的许多豁免 将于12月31日到期 特朗普政府尚未说明 会否延长这些豁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洛夫利指出 美国今年从世界各地的进口总额将少于去年 但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所占比重可能会增加 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很难奏效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